的選情了 民眾掛鋼琴 直到柯文哲離開 蔣灣才準備進慈祐宮 從黃山山一旁經過 連看都沒看他一眼 藍白互動冷 恐怕不止因為黃山山 搶攻正藍票動作頻頻 近日還有黃國昌力挺 整合第三勢力意味濃厚 最新民調蔣灣支持度 雖然最高40% 黃山山23% 陳時中22% 不過在選民喜好度部分 黃山山卻贏過蔣萬安 代表民眾對黃山山印象不錯 傳出蔣陣營擔心 最後出現棄中保山潮 影響蔣灣選情 不管是棄城保皇 棄皇保山 但是綠白之間 他們的政治算計 對我來說 就是持續的勤走基層 都參考吧 民調都是參考 我們不是整合 我們是整 所以爭取任何可能的支持的力量 黃山山強調民調參考 不過隨著年底選戰逼近 他頻頻跟柯文哲同台 有意拉抬選情 也再度被綠營議員質疑 你要不要行政中立是在於你的態度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偽 不要老是喜歡偷雞摸狗 然後偷偷掩掩掩的幫黃山山 台北選上選戰進入白熱化 三場鼎立狀態 氣保傳言不進而走 誰都不想變成被棄的那個 最近王家鴻就喊就用才不到